大悲咒治病感应三则 1.数年手抖病,宋咒得痊愈 我有一位住在卢乃村的佛友 他在数年前得了一种小毛病 无论他的手要拿什么东西 手就不断地发抖 尤其是当他拿茶杯要喝茶的时候 手一拿起茶杯,杯中的茶就震得卸出很多在桌子上 这虽然是个小毛病,但看医生也不能治好 同时,医师也说他没什么毛病 近来,他很诚心地每天在观音圣像前送大悲咒二十一遍 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来了 最近,他手发抖的毛病莫名其妙就痊愈了 茶杯拿在手上很自如,全部发抖 大悲咒是多么不可思议啊 郭欣勋,选自1980年志成居士,观世音菩萨灵应世纪实录 二,妈妈,我脚能走路了 我是南昌市郊,清兰乡人,名叫公昭兰 我孩子今年十岁,因顽皮,扒车跌伤了左脚 当时又红又肿,去医院拍了片子 使膝盖骨移位,治疗了二十多天不见效,不能下地行走 医生说要慢慢治才会好 我心里非常忧虑 在医院治病时,我和孩子都不断地念观世音菩萨 在家里,我每天早晚都跪在地上,面向西方,念大悲咒十多遍 小孩就坐在我身边念观世音菩萨,天天如此 一天,从医院看病回来,我丈夫在做饭 我在离家不远的池塘里洗衣服 小孩突然从房间里走出来 我们全家都觉得很奇怪 刚才去医院看病都是悲来悲去 怎么一下子就会走路呢 大家惊呆了 他还走到池塘边,兴奋地大声说 妈妈,我脚能走路了 我听了高兴极了,连声说 这是观世音菩萨保佑了你 快跪下磕头,谢谢观世音菩萨 小孩子立刻就向西跪下,连连磕头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去医院 到现在没有一点后遗症,和好脚一样 这真是菩萨的慈悲救护 我深深体会到,菩萨实时在救护众生 帮助我们消除烦恼与痛苦 我要永远理念观世音菩萨 不忘菩萨慈悲救护之恩 选择广化文选,不可思议集 1989年9月 3.持咒兼发愿,疯女呼清醒 吴瑞霞住在香港全湾某村 三年前中学毕业,踏足社会 工作屡遭挫折,感情又反复困扰 终于抵受不住,患了精神分裂 经常脱光衣服,在家中狂走狂叫 百依无效,弄得全家上下不宁 她的父母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 接受一位皈依佛教的亲戚劝告 在释迦牟尼佛圣像前发誓皈依 及受持五戒十善 并在家中供奉释迦牟尼佛 及观音菩萨圣像 早午晚念大悲咒及心经四十九遍 然后将皱水给吴瑞霞引符 初始不见感应 但吴瑞霞父母旧女心切 继续勤念大悲咒及心经 并许愿女儿痊愈后 夫妇二人手持长斋 并印证大悲咒和金刚经各五千册 广结善缘 一个月后某日 吴瑞霞忽然神智清醒 完全恢复正常 问他病发誓的感受 他说好像处在梦境之中 具体情形已记不清楚 后来他父母遵守诺言 手持长斋及印证佛经 对推广佛教事物更是积极热忱 吴瑞霞痊愈后 不但再无复发 而且精神身体比以前更加康健 同时归一佛门 做了一个乐观而开朗的女居士 选择观音精咒 俘禄 香港真人真事 灵感极略 随喜功德 因为文字幕志愿推广 感谢观看